你的房贷打折扣了 要妈发红包了 就在刚刚最新的LP报价出炉 这跟做生意挂钩的一年期贷款利率 下调了10个基点到3.55% 事关大家房贷的五年期贷款利率 下调了10个基点到4.2% 也就是说首套房商贷的基准利率 已经是降到了32年来的历史最低 不要看利率只是下降了0.1% 这个数换算成钱可一点也不小 如果你现在买房 带了一笔30年期总额100万的商业贷款 那你就能够比之前少还21,600 还不只是买新房 手里是存量房贷的老王们 也能够享受到这个优惠政策 当然也有一些例外的 就是使用公基金贷款 选择固定利率的各位 就收不到这个大红包了 不过LPR降低不是立刻生效 是从调整日期后 才开始对个人房贷产生影响 大部分银行都有规定 从新一年的1月份开始进行调整 也就是说对于广大的幸运儿们来说 从2024年开始就能少还房贷了 那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会突然降息呢 其实这次下调LPR是早有预兆的 6月中旬 央行先后把7天期逆回购和中期借款便利的利率 分别下调了10个点 这两样分别是短期和中期的政策利率 这句话我给大家翻译一下 就是央妈借给各大银行的利息 不管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都降了 那么银行借给咱们老百姓的利息 也都要跟着降 原因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货币政策的变化跟宏观经济息息相关 咱们5月的社会融资增速是1.56万亿 同比少增了1.3万亿 低于市场预期 在物价水平方面 5月CPI同比上涨了0.2% 也不及市场预期 也就是说老百姓还是不舍得花钱 总体来看 咱们经济复苏的引擎还能够再加速一点 再多踩一脚油门 所以从央行到各大银行 下调各种贷款利率的想法就变得非常直接了 这其中的一年期的商业贷款 通常都是企业界的 用来短期经营周转资金 是给十几经济书写的 5年期的商贷 大头都落在了房贷上 LP多降一点点 大家房贷的压力也就会多减少一点 利息少了 银行能够放出去的贷款自然也就多了 既能够让老百姓们买房买车 各种消费的时候更便宜 也能够让公司贷款发展开工的成本再低一点 这样一来员工的钱包能够鼓起来 老百姓也更有动力去买买买 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就能够赚得更快了 就拿房地产来说吧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5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地产还是不景气 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整体涨幅回落 二手住宅环比转为下跌 那这次下调五年期的LPR也能够助推房地产市场回暖 其实去年咱们分别在1月5月和8月三次下调过LPR 总计降了30个基点 这次也是时隔10个月 把房贷基准利率达到了历史最低 再加上今年以来 全国从上到下都陆续的出台了一系列的利好政策 包括降低房贷利率 放宽限购限售 提高公积金贷款上限等等 那你会心动去买房吗 正在还贷的你现在少还钱了 那你愿意多消费吗 关注小瑶知信理性更懂人心